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Yascovy实战的解析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要解析的这个题目呢,是第二部分的2008号卡片。 那首先关注一下这张卡片要求我们说什么啊,大家之前已经看过了,说Describe a newly opened shop in your hometown。 让我们描述了一个在我们家乡啊,刚刚开的一个新店啊,然后You should say where it is located exactly, when it opened what this shop sells, and explain how you feel about this shop。 那其实它相当于我们看到张卡片之后很快的定位出来,依然是在我们描述一个地点类的话题。 而这个地点呢,相对集中的去体现在一个小的或者是一个建筑物上。 同时这个建筑物有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功能,或者是比较直接的一个功能,就是购物这个方向。 OK,所以那我们看到这张卡片之后呢,很快的把这张卡片转换成这种带有highlight高光的高亮的这种形式啊。 说Describe a newly opened shop,首先它是一个比较新的商场,OK,新的一个店,那同时它是在你家乡里的一个新店,OK,这是题目的大方向要求。 那具体的细节呢,涉及到这个商店的具体位置,where it is located exactly,when it opened,什么时候开的店,what the shop sells,它到底是卖什么的。 那这地方大家要注意啊,如果你想说的是种综合性的商场的话,当然没问题了,因为它里面的卖的方向,卖的东西啊,或者商品的方向会比较多元化,咱们在描述过程中也比较容易。 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这个newly opened shop,我可不可以去说一个新开的奶茶店呢?或者是新开的某一个小店呢?某一个音像店呢?可不可以? 我说OK,没问题,可以哈。因为,所以这张卡片上呢,会说到的what the shop sells,就是给我们一个小的空间提示,你可以去具体到你这个店到底是卖什么的。 所以当你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或者是你有一个善强的方向,我就喜欢说某一个新开的这种小的商场,然后这个商场它就专门卖某一个,比如说我们的亚洲第一圈前天团,叫Line France,就是新开了这种Line France这种周边的一个小店。 当然你也可以去说哈,它可以是有一种这种有相对的theme shop。 OK,然后最后呢,这张卡片让我们解释的是how you feel about a shop,你喜欢不喜欢,那你对它感受是什么样子。 OK,所以在读卡片的过程中,审题的过程中,先确定出来我想描述的这个shop到底是什么样的。 那当然如果你是说大商场比较好说,但是它可能也比较通俗一点。 那如果你选择某一个主题的小商场的话,它的重复率会相对低一点,但是要求我们对于这个主题是非常熟悉,预料资源积累的相对丰富的。 OK,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拿到这张卡片之后,我已经分析完题目了,我在一分钟准备过程里面可以记哪些关键词。 那首先呢,这个商场它是已经目前已经开了,但是它涉及到什么时候开的,所以在实态上面,一般现在时和一般过去时都会涉及到。 那接下来我要去限定我这个商场的核心的内容,我的keywords里面要记录一些比较有用的,或者是对我后面的描述有提示作用的一些小词和短语。 那这是我们针对这张卡片做出的一个小的总结,或者是一些小的提示信息,大家可以简单先关注一下,看看这些内容后面在我的sample answer里面怎么体现出来的。 OK,那首先第一行出现的brand new shop,brand new shopping mall,brand new是一个结合在一起的形容词,强调的崭新的,非常新的,全新的一个商场。 那two weeks ago是一个时间,OK。 across my apartment,apartment是公寓,across刚好就在我公寓对面,five minutes walk。 那当然你在做笔记记录的时候,这个five minutes walk,你其实是不用写完整的,包括前面那个two weeks ago,我正常写我可能写two,然后一个w就可以了。 所以这些内容呢,大家在自己做笔记的时候,可以选取一些代码性的内容去记录,OK。 然后接下来这个写代码的原因就是帮我们节省时间嘛。 下面这行出现的呢,all sorts of products,各种各样的产品,products产品。 那接下来出现的是luxurious,那这个词如果大家想用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它的发音啊,中音在第二阴节,luxurious。 那这个词表示的是那种豪华的奢侈的,一般大商场呢,可能会卖到一些奢侈品的品牌啊,看起来这种琳琅满目的。 那这些奢侈品的品牌呢,通常还有一种说法,叫做designer brand,designer brand,就是设计师品牌,OK。 然后cosmetic products,是我们说化妆品,一般商场一层都会卖这些内容啊。 然后还有商场最核心的,如果是一个综合性商场的话,它会卖一些衣服,卖一些鞋。 alternally clothes and footwear,footwear统称各种各样的鞋子啊,就普通的衣服啊,鞋子,这些也是商场人员卖的东西。 那同时其实商场除了卖这些东西呢,你发现大型的商场现在都会有个综合的娱乐性的。 所以snack bars是我们说这种小吃的一些小吃摊啊,或者是小吃的这种小店。 所以一般呢,你发现有些商场它会有这种美食区域啊,可以叫snack bars。 然后它可能还会有这种电影院,具体形容它3D cinema,就是3D的电影院,也是想相当细节的去描述这个电影院的特征了。 然后ski resort,这个其实可能大家不常见啊,商场里面怎么会有ski resort的滑雪场呢? 这有个别的商场它会有这样的功能,或者有这样的一个限定的区域。 所以这是这个商场可能比较特色的地方,OK,然后后面surprise,什么样的惊喜。 OK,那这些记录的内容呢,或者核心内容记录完之后,我们就看一看我在描述的过程里面,到底怎么样去展开,OK, 每一句话怎么样去设置。 首先leading sentence,介绍的大方向一个是具体的地点,还有它什么时候开的,对吧? 那我们描述的就是一个地点的话题嘛。 那to be honest,they just opened a brand new shopping mall in my hometown two weeks ago。 其实说实话,就刚好我这两个星期之前,我们家乡这边就睁开了一个全新的大商场。 they just opened a brand new shopping mall. OK,那说到了时间,那这个shopping mall具体在什么地方呢? More specifically,the mall is right across my apartment,only five minutes walk from my place. 那其实它刚好就在我这个住的公寓对面啊,五分钟就能走过去了。 OK,所以这是我们选取用时间来去衡量距离,或者是描述具体位置的一个说法, 在对于小地点的这种类型的话题里面描述起来,会想到用的比较多。 然后有了这样的leading之后呢,我们去具体介绍这个商场什么样子,它卖什么东西,那就是题目中涉及到的what it sells。 那首先呢,speaking of what it sells,说到它到底卖什么? 这是我们说连接成分的一个小说法啊,说到什么什么,it is actually a huge department store selling all sorts of products。 其实说到它具体卖什么呢?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综合性的商场,然后基本什么东西都卖,selling all sorts of products。 OK,now for example,具体举个例子吧,when you enter the luxurious building,当你进入这个很豪华的建筑物之后,you can firstly find those expensive designer brands and cosmetics products on the ground floor。 那一般就刚才我们说一层嘛,你可以说full floor,但是一般来说啊,外国外的这个G层的方式,ground floor那个G啊,坐电梯的时候,你会发现G一般是一层。 那在第一层呢,我们会先看到这些比较贵的设计师品牌啊,还有一些化妆品类的这种产品啊,now this is always the grandest story of the mall,story这个词也是替换floor的一个说法啊,就在这个商场的第一层,也是通常这一层的内容都是最豪华,最奢侈的这样一层,OK,然后但是对于相对平民一点的呢,平价的产品在什么地方? but people can also go upstairs and choose ordinary clothes and footwares in the stores on other floors,or sorry,in the stores on other floors,就是其实你不去买这些特别贵的东西的话,你也可以选取在一些其他层的这些普通的店里买一些普通的衣服和鞋子,OK,所以就是你会发现它的层次啊,分的比较明显,就是比较明确,有贵的,也有便宜的啊,然后那接下来,我确定 如果我确定了它卖什么东西之后,我想要去强调一些这个商场的特征,以便于引出我对这个商场的感受的话,我们需要自己单独的加一些additional information或additional details,就题目中卡片没有要求我们说的,那它具体有什么样的characteristics呢? 啊,或者是我在这还可以做什么样的活动呢?首先,like many other shopping malls,there are some snack bars and a 3D cinema inside,就跟很多其他的这些商场是一样的,它也有很多,有一个很多这种小吃街啊,或者小吃,小食的这样一个区域,还有一个很好的这种3D的电影院,那,so people can take a break when they have, they feel tired,当他觉得累的时候,或者是feel exhausted,男生逛街啊,经常就喊累的不行了,exhaust,精疲力尽的哈,那,当他们觉得有点累的时候,可以在这里这样小吃街啊,电影院呢,做一下休息, 然后呢,那不同的是什么,或者这个地方啊,比较特别的是什么呢? but for this newly open shop,for this newly open shop,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新开的商场来说的,the most attractive part is that there is even a ski resort on the top story,就它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甚至在最顶层有一个滑雪场,啊,能想象一下这个多大一个面积啊,多大的一个商场, you know,my home town is renowned for its ice and snow culture,and now people can even go skiing or shopping mall,even in the scorching summer,啊,所以这里面讲到两个even啊,就现在,当然我们家乡啊,就是因为冰水文化而出名的,但你能想象吧,在现在人们居然可以在一个商场里面,在炎热的夏天也可以去华士,okay,so that is the most attractive part, 这是最受欢迎或者最有特点的一个部分,那最后呢,我们会发现,it's kind of a great surprise for us,就是对我们来说,对我们这些热爱病史的人来说,就像一个惊喜一样,然后呢,其实说到这的话,你也可以结尾,那如果你还想做一个更细节化,或者更点题的一个conclusion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可以简单总结一下,这个商场是不是受欢迎, 你对他的感受是什么样,well,now the shop has opened at least two weeks,but it seems that the costumes are still passionate,and keep rushing into the mall every day,啊,就其实这个商场已经开了至少两个星期了,但是看起来呀,这些顾客依然非常有热情,就是每天持续的往这个商场跑,they just can't help themselves,我们就是无力自拔,啊,觉得这个地方太好了,also for me,it is really a great place, to hangout,对我来说也是一样的,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出去玩的一个好的地方,okay,所以这是我们简单做总结的部分,那也就是回到这张卡片呢,说到a newly opened shopping in a hometown,我们选择的方向其实还是比较多的,你可以选择比较好说的,比较笼统的这种大的商场,也可以选择一个某一个有主题类的商场,就包括可能他的商场的主题是,我们说专门卖某一个, 产品或者某一个类型,某一个品牌的产品都可以,但是沿着这个卡片中具体要求的信息,我们要都覆盖到,同时如果我两分钟还有时间的话,相对的展开一些更细节的内容,那刚才的描述里面,其实我们并没有涉及到这个商场看起来什么样子, 但大家要是准备关于地点类话题,尤其是跟建筑物有关系的这种细节地点类话题的话,有必要去准备一些内置啊,还有外置的一些具体说法。 有条件可以分析呢,谢谢大家,转发这种请和声 buton,不就说制度了吗,都管转发这些事情ätta是最不细析的事情,